从今天开始起,将具体为大家介绍如何巧妙破解单体马的精彩变化 那么在讲局之前呢,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一个象棋谷语 一马破双象,骑士必英雄 该是如何精彩呢,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为大家分析 红方走当头炮,黑方就一改一忘的策略 并没有顺炮或者说是大猎手炮 而是选择的马八进去,此时红方上了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有马二进一,走一个单体马 还有象棋进五,这样先捕后中路 当然呢,可能棋友们还会有马二进三 这也是梅花圃里面屏风马的变化 今天我们就继续看局中密,马二进一 这样的话,走完之后,显然黑方的中左失去一层保护 此时红方出居,黑方有泡八瓶九,还有居九瓶八 那么走居九瓶八呢,稍微是一个积极的表现 此时红方进居过来准备啊,吃足压马,黑方足七进一 此时,刚才我们在开局为大家说明了 走单体马的话,他中足失去一层保护 红方采取兵五进一 这也是有效的一个进攻策略,他的主要意图啊,也将来为中路盘头马,提前让道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选择了四六进五补一手 那么可能有朋友会认为这里为什么没有飞向呢 其实飞向呢,也是可以的,但是飞向的话 他这个炮啊,活动性的稍微受限 同时他也没有走炮二平五 如果说走炮二平五的话,红方平居抓马 这也是啊,黑方啊,预料到这一步棋 好,此时走完之后呢,红方马八进七 提前呢,做好准备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选择炮八平九 目的很简单,你这个居啊,在这里啊,有一定的威胁力度 我这里给你平炮对居,一旦你对掉的话 那么显然我这里再飞一个向的话 形成一个弹子炮,显得四平八稳 当然红方这个居啊,走了好几步 显然是不会跟你对的 这里就平居压马,此时黑方向七进五 提前保护 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走向三进五 主要也是为居八平六啊,提前做一个让道 此时走完之后呢,红方再次兵武进一 那么现在就看黑方如何抉择呢 如果说他这里不吃的话,这个兵呢,再往下一冲的话 包括这个居啊,在祖林县给他撞威的话 后续又有马的话 他将来啊,会一路突破 所以说黑方在这里干脆裹蛋吃掉 此时吃完之后呢,红方马七进五 这里就打中足啊 但是黑方一看,如果说中足打的话 现在显然是无子可保 选择了一个炮酒退一 此时红方又该怎么走呢 感觉好像可以浸泡打足 但是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下 这个炮酒退一的话,目的很简单 准备平炮过来打居 兄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 看看这个情况 显然如果说居一旦走快了 黑方这个马就比较活跃了 该如何巧妙化解呢 好,我们就借鉴一下古普的走法 将计就计,直接上马踩马 此时黑方选择平炮打居 当然还有第二个变化 是居八屏七 那么这里平炮打居的话 红方这个居是闪开的 还是直接进去吃马 还是有更好的策略呢 此时我们不妨借鉴一下 红方直接跳马吃马 此时如果说你平炮打的话 我在这里进去吃 显然在开局多得一子 那么他能不能直接进炮打居呢 相信这样一走的话 骑友们就会发现 你进炮打居的话 我上马踩居 那么好了 走到这个局面 古普就没有往下演变 相信骑友们一看 红方现在是双马双炮 几个大子齐拳 黑一方反而丢了一个大子 在开局丢了一个子 相对而言 这个局势就不太好走 显然在这里 品炮打居不成 那么黑一方 第二个变化就是居八品气 进行炮火局 双子联手 守住这个马 那么现在红方进攻不动 怎么办呢 调转枪头 一马破双向 骑士避英雄 直接上马就踩到中向 这里一踩完之后 你吃还是不吃呢 如果不吃的话 红方在这里 白得一个向 此时黑一方也只好吃掉 吃完之后呢 浸泡这里一打 这里一将军 好了 相信这两步起 一走的话 就进入了今天 最为精彩的时刻了 此时这里将军 黑一方又有两个策略 降五平六 以及士武退六 首先我们看 降五平六的变化 这完走完之后呢 红方这里 并没有品居过来将军 因为这里炮海打着马呀 此时品炮过来 那么接下来 再次品居过来将军 就比较厉害了 那么黑一方 接下来该怎么走呢 当然呢 古普这个走法 走得非常的精彩 也是为我们演变一个招法 那么在走古普之前呢 我也为大家分享两个走法 眼看你这里 接下来好像要平居过来 我能不能炮跟着鞠呢 感觉好像还是可以的 当你平居过来将军的时候 我可以电炮 那么你这里抽不抽呢 这里将军 接下来准备吃炮的话 感觉我好像可以上马呀 你吃我的 我可以给你对打 但是红方可以平居过来 那么接下来 眼睁睁的看着黑一方丢子 这里前吃炮后吃马 你走哪一个都不太合适 同时在这里 如果说刚才 我们依然也可以 为大家返回来一点 感觉我这里可以不跳马的话 我能不能撑势呢 你撑势的话固然也不错 但是红方可以平居吃掉 先吃掉你一个炮 当你进炮打完之后呢 此时再杀一个回马枪回来 这里炮还打着马呀 这里居吃着马 你逃不逃炮呢 逃炮的话 不管你这个炮啊 走到哪里 红方都是进 居吃势一将军 此时 将目平掉 再次平炮打马 好了 相信齐游们走到这里一看呢 现在 红方的子力啊 比较有攻势 同时红方已经破掉了 黑一方老家阵营的防守力量 那么接下来 这个子力啊 显然是红方占优 再次出击的话 也是比较好进攻的 正所谓缺势怕双军 也是有非常精彩的后续招法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推演 当然呢 古普在这里又展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杀法 黑一方选择的降六进一 他的目的是当我们平居过来将军的时候 他意图啊 事务进六 当你再次抽子的话 目前来说抽不到他什么子的话 他可以降六平五 这是黑一方的一个想法 但是红方的可以平炮 重炮将军 这也是居然为什么没有离开这里 主要是压制黑一方这个马 不让这个马参与防守 这里重炮将军呢 中间五子可挡 也仅此降六进一吃掉 此时红方历刃出鞘 平居一将军 黑一方仅此降六平五 再次平炮一将军 那么相信走到这里 企业们就会发现 黑一方已经是一个败局已定的 他也没有办法 如果说降五平四的话 直接一箭封侯 也只好比较勉强的马七进武 先挡一步枪 但是也无稽于事 平居一将军 此时不管是降五平四还是平六 都是绝杀无解 由此可见 在这里气炮气子将军 攻杀手法非常的精彩 我们回到这里 再为大家介绍 第二个更加凶狠无比的招法 当红方将军的时候 黑一方选择退尸 此时红方再来一个双炮 两个炮从中路采取进攻 如果黑一方不注意的话 红方可以 平炮打掉边马一将军 再来一个反打的话 再两步骑的话 黑一方两个马就会全部丧失掉 此时黑一方一看 选择了马一推二 但是在这里走法之前 可能有朋友们会认为 我们把这个小变法也为大家分享一下 他能不能走炮二进三呢 当你平炮甩开将军的时候 他可以平炮到中路进行反枪 那么看起来这步骑还是不错 但是红方可以兵器进一 这样一走的话 挡住你这个炮了 你再次进炮的话 这里中路有马守护 所以说这个想法不成立 他为了保存实力 选择退马 也是为后面一个杀旗做了一个顽强的抵抗 那么这里走完之后 这一步骑可谓是惊天妙手 其友们不妨再次暂停一下手机屏幕 思考一下 看看你如何采取进攻呢 显然这里炮走开抽不到子 又不能进去吃马 退居吃足的话 这一步骑稍微延缓了局势 看看这个妙手你能不能想出来 好 我们直接为大家揭晓答案 红方平居到中路 这步骑气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 此时黑方能不能上马踩着呢 如果说上马踩着 红方不是退炮打足 这里是有杀先看杀 进炮重炮绝杀 显然对方在这里一旦弃子的话 那势必是有攻杀的 不会白白送给你吃的 所以说在这里 红方这个妙手让黑方难以抵挡 他走了一个马二进三 这里企图红方平炮打掉他的炮 然后他在上马吃鸡 感觉还是不错的 但是红方刚才这步走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给这个炮啊 留出一个炮架 回炮打足 这里来一个反守将军 此时黑方迫于无奈 只能誓死进武 那么好了 相信高手朋友一眼就能看到 中路两个炮 一个军 在这里加强火力 非常凶猛 直接一路啊 从中路 披荆斩棘 进去坎氏将军 黑方迫于无奈 只能降瓶子 此时再次借势猛攻 禁军将军 也只能降四进一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 如果说朋友你高兴 喜欢吃紫的话 可以品质先吃掉 这样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局势 但是还有更加犀利的走法 其余们不妨再暂停手机 思考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走出高手的绝杀呢 居酒进一 此时黑方来不及吃鞠啊 你即便吃的话 我这个炮也是能够给你打掉的 打完之后 这里还打着你这个鞠 你称式的话 我截成担子炮 但是这里走进鞠的话 主要是兆头来一刀的话 就是个绝杀 黑方现在没有办法 他选择这里 又要保着这个鞠 要保护老将 选择一个退马 这样可谓是一招两用 他心想既保留实力 同时红方平均赵头来一将的时候 他可以平炮挡枪 感觉这步骑走出的 还是比较顽强的抵抗 那么接下来 红方把两个炮的妙招 用的是淋漓尽致 再次平炮一将军 那么黑一方 现在能不能平炮进行反将呢 如果说你平炮反将 显然白白牺牲退局就给你吃掉了 所以说他在这里也迫于无奈 直接索性吃掉吧 因为你走开的话 依然是重炮绝杀 这里是不仅借鞠 而且借帅 由此可见 今天这个一马破双向 为大家展现的非常凶勇的 双鞠双炮的攻杀手法 大家觉得是否精彩呢 如果说你想到了这样的几个招法 或者说觉得今天这局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区再来个666 非常感谢